我看官網男生77號 然後女生12個 所以總共是89個人 但這樣比賽歷年只有三成的晚賽紀律 所以代表著今年只有30個人可以晚賽而已 可能有點多 去年第10名15小時56分28 那跟我們今年的目標蠻接近的 我們如果9點半 這是我們的預估 看能不能9點半到終點 就代表是15個半小時 這是導演猜測的時間 15個半是去年第8名 你在資料上看到這場的超級騎人賽 這個極限騎人要爬升多少公尺 你說官方資料 沒錯 官方資料的重大聲 6800公尺 我覺得這個賽事真的是太虐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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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身上 餅乾三包 對 然後他們要自己照為記 如果忘記的話 我看時間他們還在 我就會提醒他們 好 對 應該總化成 起碼要半小時 等一下超過 一小時 所以我說起碼 對 你把氣瓶直接衝過去 應該是瞬間就會起來 你是第2.1的 對啊 開始啦 FXT Formosa Extreme Kraslan 就是FXT 已經來到了第四屆 那這一次呢 我們隊員 也就是螞蟻教練 親自要下場參賽 這場比賽非常困難 他是極限鐵人三項 為什麼你會想參加 欸教練你會游泳 又會騎車 那 是不是可以挑戰一下 這個這種極限賽事 那一年比完 我報名隔年的CT 就是直接報名 226公里 就是要憑 這場的 達標成績 所以要參加這場比賽 其實是需要有一個資格 他還是要先完成一場 226的 超級鐵人賽 才可以報名 謝謝 謝謝 真的很感謝張教掌他的支持 那 我今天 我今天 加油 今天 現在時間是11月17號 也就是賽事當天了 然後 現在的清晨我覺得蠻冷的 在這個修管室旁邊 體感上應該21 22度吧 就蠻涼的 然後現在的清晨我覺得蠻冷的 然後他們現在正在轉化 轉換區就是T1做一些賽前的設置 把單車放好 然後待會游泳上岸之後 騎車用的裝備先擺在這裡 我們就準備往下水處集結 然後開始今天的賽事 當天設置完轉換區 其實跟我的黑跑員一直在討論 然後一直看手機 一直檢查說我們準備的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少 2 2 3 以規格跟其他選手掰起來看 我們是真的蠻精簡的 但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很久了 大概看一下我沒有太在意說 我有沒有BBM少什麼 就是擺設完就可以是準備我今天的熱勝 那其實這場比賽相對於一般的鐵人賽 第一個當然它的難度在於 它其實是226超鐵 那以226的距離就已經比標準鐵人 多了很多倍的距離 通常可能參加515113 但226是Double再Double 尤其是最後還要完成一場拳馬 下水之後 到鳴槍出發這段時間 我覺得很短 所以我很緊張 因為它下水的時候 是要先走一個樓梯 但是入水之後 我自己感覺 大概兩分鐘它就鳴槍了 但是這兩分鐘 我想了蠻多重點 就是我覺得我這一場要在前十名完賽 小目標 但我沒有跟我的團隊講 太緊張了 今天的水流其實蠻強的 一直往這個方向 其實是逆流而上 所以其實還蠻辛苦的 所以其實還蠻辛苦的 游泳是我 最擔心的項目 因為我覺得 就是隔一行啦 因為我本業是跑步嘛 體驗三項就是這樣 有些人游泳強 有些人單車強 有些人是跑步很強 那我們剛好是 跑步很強的這種 所以 待會兒就看 蠻尼教練後面 可以怎麼樣把它的差距 成功再縮短拉回來呢 那時候 那時候可能也有 湊緊的狀態 因為其實我被 就是被別人抓到 然後 其實很緊張 那時候就是收腳 然後就 真的是大抽擊 OK 他剛剛完成了前兩圈的 平均成績 都是28分一圈 目前已經 79分鐘了 所以79分鐘距離他 如果沒有掉速的話 上岸應該是 84、85分 大概只剩下6分鐘左右 期待一下 目前通過了 六個男生 一個女生 那以成績來看 如果他可以順利 在84分回來 應該還算在前半段 因為這樣上來的人 還不到十個人 所以他還在前十名左右 我預估時間是75分到80分 游泳端結束 但當時 上岸有一個計時器 雖然那時候很暈 但我瞄到的是 一小時三十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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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要進到 單車賽段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 整場比賽中 我覺得 第二難度的賽段 因為他距離要180公里 在180公里的過程 要爬升3500公尺的這個海拔 所以 基本上如果大家有騎車 就知道 他是要挑戰一個 東進武林 再多騎80公里的概念 非常困難 媽喔 我摘瑞啦 除了我富翁 你去美國騎的 美國蒙特羅西酸櫻桃 我本來都睡不著 現在每天都睡得 美國來的蒙特羅西酸櫻桃 是自家果園種的酸櫻桃 內含海量的多酚和花青素 碎的甜蜜蜜 恢復小溪溪 你如果休閒就要趕快回來 好 好 櫻桃王 美國蒙特羅西酸櫻桃枝 你們要不要在前面問他有沒有什麼需求 你們OK我們再去拍 收到很收到啦 補給OK嗎 補給OK嗎 補給可以嗎 補給可以嗎 補給OK嗎 可以 有吃掉兩條喔 一個 大家只吃一個 再吃 這裡這裡 你要挺 你要挺 這個跟手套拿走 有水跟住 水水水水幫他洗一下 手套不要是 好用 OK 目前我們剛剛過了螞蟻教練 他現在里程大概是二十多公里 然後佔居目前是第十四名 前面有十三位選手 但是剛剛停下來幫他補了果膠 他說有點小抽筋 所以有點擔心 等一下我要尿尿 好 好 就這個要求嗎 因為這段上面的風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講是比較吃力 然後我們只能提醒他說 你要穩一點穩一點 因為畢竟里程很長要一百八十公里 現在才前面的二十不到九分之一耶 超少 所以靜觀其變 我們就繼續隨時看他需要什麼 然後給他最好的鞋 水咧水要換嗎 水要不要換 水要換啊 OK 好 期待他慢慢的用他的節奏 往前跟上 往前跟上 畢竟他上一個選手 離他好像有兩公里遠 非常有一點距離 進去廁所 進去裡面 加油加油加油 從這個休息站出發 應該已經完成六十公里 就大概是三分之一的路段 那我印象中其實當時候你在游泳上岸的時候 有說你 有一點小抽筋 那你那時候到騎到六十k 腳抽筋的狀況有改善嗎 然後你那時候感覺身體狀況有 熱開嗎 因為我記得當時候你說蠻冷的 在上岸之後 恩 因為當天是風勢很大 所以其實我就盡量用高回轉速 但 因為騎高回轉速 所以 我就沒有用很用力的瓦數 所以抽筋的這部分就 沒有那麼明顯 那我自己是設定在七星潭 開始吃固體的食物 前面都是補果膠 因為七星潭的下一個點 大概 不到二十k 就是 泰魯格拍樓 就是開始趴升了 所以趴升路段我 沒有選擇要進食 這一站沒有慢 這一站沒有慢 上一個慢七分鐘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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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了過半了加油 還沒九十耶 還沒一半 其實那時候我們有去的 我們在車上的時候 一直在想辦法要怎麼樣安撫你 因為我們看時間其實已經落後了 當時候開賽前的預估戰術 那我印象中每個站都會多大概五到十分鐘 所以其實疊加下來 我印象中已經落後了你的預期時間 十五到二十分鐘 但那時候也只能一直騙啦 因為我覺得心裡選手的建設很重要 如果我現在跟他講太真實的話 他可能會撐不下去 尤其那時候他臉已經很醜了 我當時是真的有被騙到 因為我趴著騎 所以五公里車表會提醒一次嘛 我自己心裡有個底 就是其實都比預估每五公里都慢一分多鐘 就是我心裡怎麼默算都是我是慢的 但每個休息點他們都說 欸你沒有你就剛好到這樣 然後趕快到下一個點 剛剛在騎星潭那邊 總用時在這個分段慢十分鐘 總分段就是從可以騎車到現在 大約是慢十一分鐘 跟他之前來騎車預估的時間相比 那下一站我們要到的是 泰魯閣牌樓的7公里 大約是18公里左右 OK 剩下大約80公里的路程了 但是考驗現在才要開始 因為接下來的路程都是爬坡 停車停車 停車停車 蜂蜜紅超 坐一下坐一下 不要坐他不要坐 他說會軟掉 小腿哪裡左腳右腳 大腿 大腿 你現在總時間比你預估的 第一站加第二站多11分鐘 第一站7上一站4多11分鐘 那開始爬坡前其實 團隊其實前面就有開始問 要不要擦藥膏 就是仿抽筋之類的 其實我當時沒有放在心上 但我想說團隊就是已經準備這個東西 那我就是停下來給他們做估計的動作 如果等一下會冷再跟我們說 先準備一下那個襪套 因為他插了那個涼的 還有那個薄圓的那個結的 等一下如果他真的太冷 幫他穿那個襪套 好 下一站就好 OK 我們等一下下一站要去天翔 然後距離這邊大概是18公里 可是這邊泰魯閣牌樓之後 就真的是爬坡的開始了 那也遇到他的第一個比較疲勞的狀態 總時間現在慢11分鐘 比他預期的 但是現在腿有點疲勞 我覺得可能是一間逆風太大的影響 但你沒辦法 因為天氣就是這樣 應該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環境 好 後來跟你們講 我現在怕講的名次影響他 他目前的名次排序在第17位 那以自行車來講 不是他的非常載行的項目 我相信在官員T2出發之後 最後這個全馬 他應該可以來個大飯盤 就算了 他應該可以來個大飯盤 他應該可以來個大飯盤 單車段其實吸飽 那一段其實都算平緩 而且那邊算正中午 是熱的 但是到落掃那一段後面開始 整個爬升是開始比較高 然後開始起大霧 那邊有個重點是 手機沒有訊號 路又變小 那整個團隊是不太能停留在路旁邊的 所以整個騎農務的路段 我幾乎都是自己一個人 就是趴著一直埋頭前進 然後當下又很餓 所以其實一到部級區 我就改變策略 原本是麵包 那我就直接說我要熱湯跟泡麵 泡麵 泡麵 吃泡麵 泡麵 有啦 我要煮 我要煮 不要欸 拿著拿著 那個放上面 好 吃泡麵 我煮 我要煮 他有煮 但小林 我不相信水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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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 椅子 要啊 我拿 來 手套先戴 手套先戴 那時候很好笑的是 他說要吃泡麵 結果熱水不夠熱 泡了大概三五分鐘 然後他說泡麵好了 泡麵好了沒 結果泡麵 麵都還沒有泡錯 脆的 還是脆的 還是脆的 那根本就是廣東草麵 我就是直接爬著吃的 這位他要不要穿著 會不會很冷 不會冷喔 薄的就夠 真的假的 讓他決定就好 真的假的 讓他決定就好 來 讓他決定就好 下一站如果你要學一半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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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到後面就剩大概 三個休息點 間隔啦 就大概14公里 17公里 最後我的最後一個休息點是 碧綠神木 這個點是我前兩次 以地訓練 重點站 所以碧綠神木後 我是完全不知道路況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是在官員T2前的一個小小的管制點 在這個T2管制點前呢 因為前面是金馬隧道 過金馬隧道後來這邊 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貪方地段 所以這邊是每個整點會開放10分鐘 所以如果整點沒通過 就要稍微在這邊等待 然後他會幫你的時間扣回來 那目前螞蟻教練 通過這裡的時間點 可能可能有一點點緊繃 不知道會不會來得及 在4點10分鐘前通過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必須要等到5點 才可以從這邊通過 所以我們幫他祈禱一下 從金馬隧道過後到這邊 都是下坡 希望他可以順利通過 因為哲瑞已經到隧道前了嘛 就是Standby 另外一台補給車 就是我在碧綠神木 換完最後一罐水 他們就跟我說加油 剩10公里 其實離4點 有10分鐘的扣打嘛 最緊繃 4點10分前通過都來得及 但10公里又變陡 我想說時數要10 有難度 但我就是用力踩 現在時間是4點整 我們要等4點10分前 看我們選手來不來得及通過 如果來不及 我們就要跟他一起等 但如果來得及 我們就要壓線闖過去 不然T2就會沒有陪跑員 來幫他換裝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有點緊張 現在很一敗一敗 看這裡 他們現在在這裡 金馬隧道中間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距離這邊大概剩下5公里 但做笑話 我們剛開車 8分鐘 我希望他騎車也可以 不要到8分鐘 就要到這 因為沒有4點10分前 沒有通過金馬隧道的話 我就必須在原地等 50分鐘 這時候我可能 壓力會很大 會想要退賽 有這種想法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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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來得及 壓線通過 我剛剛根本是神預測 我就說時間來得及 但是還是讓我們太緊張了 你知道嗎 這個難處就在於 你看看這個大封閉 這邊非常危險的一段 然後一個小時只開放一次 是因為這邊的人一直在想辦法搶救這一段路 所以其實很危險 哇 你看了前面 這個太恐怖了吧 oh shit shit 車會陪列 你會打滑 但沒想到 一過隧道其實後面都是下坡 下坡 我心裡超開心的 所以 所以這步好好看比賽路線 對 就會嚇死自己 真的 Yes 來得及 最重要的是 我們如果來不及在這邊通過 我們就要趕在5點 才可以從這邊再離開 這個時候就過了一個小時 選手的時間雖然可以扣給你 可是你身體冷掉是沒有人會還你的 重點是 入夜之後的馬拉松是會更痛苦的 所以我們現在趕過去 T2離這裡其實距離很近 待會就準備開始他的路跑賽段 我覺得我這樣很幸運的是 配速上當然沒問題 雖然沒有領先其他選手 但我沒有停下來 讓我的身體冷掉 來囉 來囉 到轉換區其實團隊是很緊張的 因為我太晚通過了 我讓他們準備時間不太夠 先去換衣服 衣服給他 車給你 車給你牽 你幫他牽車衣服給他 那時候其實很落賽 因為我們通過是第二台車子 所以其實很尷尬的點是 他一進去停車 我們車其實是在選手後面 所以沒有辦法做提招的部署 或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到當下的現場 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 他要什麼 沒什麼 然後再轉換去拖了很久的時間 我們應該算是 T2轉換去最落賽的團隊 但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當下其實很開心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單車 然後我也完成了 接下來是跑步 是我最拿手的 平常心讓團隊準備好 然後我也準備好 再出發 跑步囉 你的強項 加油 但其實那時候 你通過那個管制點 我們算真的也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 以去年前年的比賽經驗 只要可以通過單車的考驗 大概就已經刷掉一半的選手 有辦法進入到最後的跑步賽段 前面大部分也用走的 你們差距有縮小 跟剛剛我跳過年的時候比起來 到第一個轉折點是 大雨嶺 大概4.5公里 其實這邊我還信心滿滿 因為跑步的配速啊 策略我覺得都萬無一時 所以這4.5公里 我其實跟小朋友在交遊一樣 就是快走而已 然後狂吃餅乾就是散步 這邊有時候沒有人在下雨 需要澆水 那大雨嶺過後 其實要先往離山方向 然後才是折返點 這裡差不多是21k 然後這個下坡 大概是12公里 我的戰術是這12公里我一定要跑起來 因為這邊的速度一定是我整場來說最快 其實有超過一些選手 就只是用慢跑速度 因為是下坡嘛 信心有滿滿建立起來 024 剛剛那段最痛苦的 已經算是前半段通過了 目前17公里 前面那段是第一個階段非常暗 然後很孤單的一段 從頭到尾就只有 過大雨嶺後 只剩一個小小的頭燈 然後只看到他沉了 1公尺 接下來後面 折返過後通過大雨嶺就準備往上 最後10公里 這樣比賽其實為了保障選手安全 它有一個小小的規定 就是在路跑賽段的21公里以後 可以開始有陪跑的人下去陪跑 陪跑員的人選 我選的是我的親妹妹 她也是一名跑步教練 她也是目前一線的選手 但是陪跑員進路之後 我的體能狀況開始下滑 這時候 就有點開始享用走 OK 我們現在人已經離開大雨嶺一小段 現在大概是31公里吧 他們終於終於 離開了大雨嶺離山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非常辛苦的是 直去直回 然後很像就是 無怨深淵這樣 全部都是黑的 然後走得很絕望 終於已經 邁向最後一里路 也就是往 武嶺排樓前進 這邊里程大約是10公里 會到武嶺排樓 然後大概2公里 到荷環祖峰 也就是今天敲鐘的賽事終點 但看起來 我們的螞蟻教練 現在的身體狀況 我覺得各方面還OK 他已經 不太有什麼抽筋的狀態 只是需要把這段路走完 非常辛苦 那沿路剩下的選手 其實也 已經不太多了 所以 希望他可以完賽 比賽看到這邊已經進行了 應該是第15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賽事真的是太虐心了 他除了比賽當下真的很困難 而且這個天氣非常的極端 真的是 叫做極限鐵人 除了這個之外 最辛苦的就是 這些選手其實在參加這樣比賽之前 要準備很長很長的時間 在做行前的訓練 所以我覺得如果 問我明年會不會來參賽的話 可以非常確定我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賽難度太高了 很佩服 今天所有可以來參賽的選手 那最後到 武林排樓的時間 計時器之前是17小時 所以其實我已經持續運動17多個小時 那時候已經是極限了 但還有最後兩公里的步道要走 才可以敲中 那時候我也已經開機17個小時了 開車開到第一次開這麼久 那時候我印象到我們本來原定計劃是9點半 10點就已經攻頂可以下山了 沒想到現在看手錶已經是11點了 超時兩個小時 還沒結束 還可以還可以 小心耶 完成了 最后完赛时间是17小时59分 其实算压线 因为18小时算是一个 算前规则嘛 就是18小时要完赛 所以我真的是压线到最后一秒 刚好进中一点敲中 很谢谢我的团队 因为我们有做赛前很多的准备 那我最后也是以第27名完赛 成为FXT最年轻的完赛选手 毕竟他是极限体能赛事 所以花费的时间金钱都很多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那时候白天是有一个正职工作 晚上才去当跑步教练 所以我那时候是决定把正职工作 提理直 然后专行在训练上 那现在完赛了 就是准备还载 字幕志愿者 杨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